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年也迎来了历史上最疯狂的休赛期 除此之外 肖华还紧急促成了8年10亿美元的球衣赞助合同 开放了每支球队球衣的胸前广告类 拖展了很多赚钱手段 今天 NBA官方宣布联盟已经和米高雷国际酒店集团签下了三年2500万美元的合作协议 从新赛季开始 这家世界知名的博彩公司将可以使用NBA和球队的标志进入NBA球队数据信息的 不过 由于这一行业的敏感性 肖华的这个举动 遭到了很大的质疑 过去几年 裁判在比赛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很多球迷开始质疑联盟操纵比赛结果 如今 NBA官方和博彩公司达成协议 这无疑将假球风波催上风口浪尖 而从目前联盟的收益情况来看 全联盟每年收入高达60亿美元 一年 800多万美元的收益只是毛毛雨 看起来联盟有些因小失大的感觉 不过 联盟的目标不仅如此 800多万美元的年收入绝对无法满足他们的野心 据数据统计显示 2016年美国的内华达州博彩营收 达到了50亿美元 而全美的市场规模高达4000亿美元 你高美国纪酒店集团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NBA联盟可以布局整个产业 按照他们此前希望获得1%的下注抽成 联盟每年将能够增加 多达40亿美元的收入 三年前的9年 240亿美元合同让联盟怀心鼓舞 如今一分可能会有40亿美元年收入 都合作摆在面前 联盟管理层 30支球队D老板根本找不到理由拒绝 而随着联盟收入的提升 球队新思贸易会迎来新一轮的风涨 按照联盟从60亿美元到上百亿美元的收入涨幅 届时顶心球员将有希望拿到6000万美元的年薪 而一份5年顶心可能达到3亿美元 也许球迷们会多有抱怨 但对于联盟的发展来说 这是一笔笔詹姆斯 杜兰特加蒙球队更加有影响力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射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